相信被告被訴於5月4號 殺害耐男的 將與與不起訴處分 我要在這邊跟你慎重的再說一聲 對不起 後來一大鍋台銘也不會 相信被告被訴於5月4號 殺害耐男的 被我犯罪事實跟與犯罪行為 將與與不起訴處分 相信被告與死者 請去護身事務所 犯結婚根據理事 假官認為獎結婚 被告射犯的事情 法第214號 使公務員登載的事件 假官會拒絕起訴 我要在這邊跟你慎重的再說一聲 對不起 讓你承受你這個人生 不應該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我收到了無數條網友 網民的私訊 在那一天 我的私密影片 跟他的 在網路上被流傳開來 我整個人很無助 今天有八個學校的畢業典禮 三四點五八 這個差距是有意義的喔 他的五趴 就是兩組拚 只要是三組 管你怎麼配 都是旅行 偷偷有一趟郭台銘 也不會贏 郭董事長其實 我已經有多次聯繫 我們不但謝謝他 也要一起並肩的往前走